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种是一种秋冬开的食忽兰 Didia 我记得它跟桑德那一系列很类似 就是这种虫花型的 它是纯白色的中间带有绿色的颜色 它是这样从顶端的地方一直抽花梗出来开 那属于秋冬款 简单的说它不在夏天开 它是属于在这时候开 所以这个是它的季节 你看它现在才刚开了一半 下面还有很多的花 它有点像是那种吊钟型的开发 一个展开型的开发 算是一种很好看的兰花 那基本上也不是很难种 市场上也还蛮多的 那它叶子是那种虫生型的 所以会挤得很密 这也是这种的特性之一 那每年在接近这种秋冬的时候会来花 那主要是白色 然后绿色中间绿色点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样 像是一个虫生型的花 那这在这个季节 所以有拿它做很多的交配 像跟什么桑德去交配 跟什么其他去交配 产生不同的个体 不过呢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看 虽然我没有种 因为石乎兰在我那边种的非常的糟糕 可是在我朋友的园子这边种的不错 那它如果通常叶子会长成这样子 你看虫生型叶子 就这样一直长一直长上去 有点像是蜈蚣那种的叶型的长法 所以一个一个叠在一起 一个一个叠在一起的感觉 就一直长上去 非常有趣 所以这种开花非常好看 如果你有机会在市场上看到的话 可以收一颗回来养养看 在我朋友的园子是不难种 但是我那里我是没有试过 因为我那边的石乎兰如果不上版都长得非常烂 那上版还是要看运气 有些也不是这么好种 那不过它就是这种白色的花中间带有绿底 那颜色呢 其实就是带有那种深绿色的颜色 那每一颗的个体会不太一样 花型也会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是生物多样性 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花的话 最近可以找找看 这个是原产在菲律宾的一种原生种的兰花 很多这种这种形 这种长成这样子的石乎兰都是产在菲律宾 菲律宾有非常多的兰花 也是兰花的宝库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种品种非常的漂亮 那在开花的末端的时候 它会开始退一点点的颜色 粗的时候你看它的绿色会比较深一点点 末端开始会退一点点颜色 那其实因为秋冬的关系 它的花季其实蛮久的 大概我记得可以接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为天气比较冷 天气热的花凋谢得非常的快 那所以跟品种的开花季节有很大关系 每年秋冬就会带有这个 那我记得它没有什么香味 这是比较可惜的啦 不过呢 这个季节都会开花 所以你看它是像是灯笼形态的开花 它的上面是这样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那所以有机会的话 如果在市场上看 可以找找看 它枝条就这样细细细细的 那最近刚好就是一些石湖兰来开花季 少部分的石湖兰会在冬天的时候开花 大部分石湖兰会慢慢进入到春天的时候开 总共分成秋石湖跟春石湖 那这种比较偏秋石湖系列的 你也不能说秋石湖系列 它算是在秋天到冬天开 那这种我们通常没有归类 因为我们通常的秋石湖的定义 大部分都是那种像父亲节那种花的秋石湖 那种开花期更久 可以撑个两三个月左右 这个没有那么久 这个大概就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为它是纸直的 摸起来它像纸一样 每一种的兰花 它有不同的花瓣 有不同的质感 像这个就纸直的 纸直的撑的时间没这么久 蜡子会比较久一些些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摸摸看花瓣 如果它是蜡子 大部分外表带成蜡 可以防水的膳丝 这时候会开得比较久一些些 那所以呢 这种兰花就长成这样子 像这个就一样 它从那种虫生型的 所以你看它那个叶子很像那个 我一直觉得它很像那个 有一种叫做那个 无公兰系列 叶子很像无公兰这样串起来 然后在顶端的地方抽花续出来 那现在刚进入花续的季节 所以其他可以还没有开 可是过一阵子应该就是花季来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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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